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通了电话 这是今年美中两国外交沟层首次直接通话 王毅在通话中强调美方应停止打造各种反华小圈子 而台湾新疆和香港的问题当然也是焦点 针对去年美国马斯廷号的驱逐舰在南海监视大陆航母辽宁舰 大陆国防部除了呼吁美方应适可而止并先声夺人 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美国不要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期间挑衅 中国军队对外部挑衅突发事件是有充分准备的 今年美中外交高官首次互动的通话 除了向外界释放国际重大局势上 美中两国沟通管道畅通的信号 以降低国际重大冲突爆发的风险外 此次的通话也不排除为接下来两国更高层的互动做铺垫 TVB新闻柯胜雄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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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